恐口义哥事件重演 外交部盲撤董思琦派令 我想政府必须要去正式的一个问题 台湾智库国际事务部主任董思琦 原本要外派驻韩副代表 任令在总统府网站发布半天就被撤下 原因和口义哥赵宜翔 出任驻美代表处政治组组长 月领27万高薪有关 没有外交经历的口义哥 因美方同意被撤回的几率低 但从此让外界拿放大镜 检视外交部的人事调派 例如卷入大阪办事处 前处长苏启陈青森案的 台日关系协会前秘书长张淑琳 就从原规划的副代表一职 改派横滨分处处长 至于董思琦是韩国偷 长期帮民进党处理韩国事务 但撤回派令后 韩国方面也会质疑董思琦是否有啥问题 未来要请他继续处理韩国事务 恐怕会被质疑代表性 政治中心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